大家好,我是這次B展,第22屆殘旅系的主廚 那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這次我們所推出來的餐點 那這次我們推出來的餐點由我們的火龍果檸檬塔 還有我們的黑豆酥,以及省香淺蛋糕 使用檸檬的清酸,然後再加上火龍果的鮮甜 去做一個搭配 然後再來我們的省香淺蛋糕 省香淺蛋糕我們採用冬筍,然後搭配豬絞肉 還有我們的油蔥油 這次我們黑豆酥裡面採用學校客產的有機黑豆 含有高膳食纖維跟高蛋白質,然後同時也降低的甜度 讓客人吃起來燒湯,也健康 疫情時間這個電商的一個發展 不管是外送或者是做成冷凍料理包的一個趨勢 那我想餐女戲之前大部分都是現做料理的這種棉菜 那我覺得這一次他們做了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做成料理包的形式,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改變 啊未來持續要有各種的改變 不一定是一直做料理包的,會有各種改變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我想非常看好這個 參與戲這一次的這個專題的一個發展 民道參與在20年來辦過火焰及各式的一個特色商店 然後培養很多的一個主廚 甚至我們已經培養出明星二星的一個行政主廚 可見民道參與培養專業人才的過程 事實跟符合業界的期待及需求 在參與戲的畢業成國長來說的話 我們主要以孤顯菜條及甜點的現場同仁 在今年因為疫情造成在經濟商機 所以我們在這次的一個成國長主要融入了小禮包的製作 我們融合了加工技術的一個學習及電商的一個銷售品牌的概念 來去提供學生人員的一個發展 在這些疫情的一個時間 許多民眾會在家自己手作、醬料、果醬及食物 其實在這方面來說的話 它的一個保鮮、體安全是相當重要的 例如手作的罐頭類食品 其實我們就是它通常會採用熱充電的一個方式 所以它在產品加熱的魚熱來去進行殺菌 再配合罐頭的一個製作 來去讓它上吹工心呈現真風的話 其實這樣的一個產品是可以增加它的一個保存效果 民眾在挑選產品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你可以去藉由敲打瓶蓋上升的一個聲音 來去判斷產品的真風度 然後當它的一個真風效果越好的時候 其實它的一個保存效果會越加 活動主題是 防疫清商機、輕鬆做料理 我們所推出的調理包 可以讓大家在家裡 藉由得水加熱、微波、甚至用烤箱讓美味再現 然後也可以再搭配不同的配菜及排盤的一個呈現 讓美味更升級 讓大家可以在家裡吃出美味、吃出健康